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来在四川审考察时表示 要克服经济困难保持人心稳定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结果 引起外界关注的是 习近平特别提到保持人心稳定 让外界不禁猜测其嫌外之因 综合媒体报导 央视9号晚间新闻联播 援引习近平表示 要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 跟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作 要坚决克服目前经济发展 面临到的一些困难 做好就业 社会保障 贫困群众帮扶 做好保持社会稳定各项工作 保持人心稳定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他表示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 要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轻气震的政治环境 为党的二十大照开 营造良好的氛围 习近平强调 坚持就是胜利 要毫不动摇 坚持新冠疫情防控的 动态清零方针 抓紧抓实 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 疫情防控成果 习近平还表示 四川省要统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跟经济社会的发展 保持经济稳定的发展 保持社会大局的稳定 推动智暑新川在上台阶 中国是制造大国 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 加快向制造强国来转变 中国要强大 各领域各方面都要强起来 在6月1号 上海宣布解封 北京日前也声称连续多天 没有社会面新增本土病例之后没多久 作为中国政治跟经济中心的 北京跟上海 9号却又分别再次拉响警报 北京人口最多的一个区 关闭了所有的娱乐场所 而上海部分地区则告诫居民 再次禁足在家 同时进行新的全民和三普筛 民间人心惶惶 生怕封控措施再次的收紧 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这两周最重要的城市 最近封控措施趋缓 主要的原因是新增感染病例大幅的减少 甚至在社会面勉强做到清零 新增病例大多出现在封控闭缓之中 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 一旦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 草木皆兵的市政当局必须闻风而动 以封控跟普筛病局的方式 试图尽快地切断病毒的传播链 拥有200多万人的上海民航区发布了公告 要求全区的居民在6月11号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而且在采样期间实现封闭管理 禁止居民外出 上海其他行政区的多个街道办事处也发出通知 要求辖区居民自我在家隔离两天 同时自9号起进行为期12天的密集核酸检测 路透社根据看到的居委会通知报道说 至少有三个居委会发出通知 要求居民在11号之前必须禁足在家 并且在6月23号之前完成五轮的核酸检测 发出通知的居委会多半是在上海市中心的徐汇区 而该区过去一个礼拜以来 在许多居民小区都拉起了绿色围栏 或者是竖起红色的隔板 试图将居民封闭在其中 因此引发了新的民怨 而首都北京的新增感染病例并不多 但是市政当局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居民人数超过300万的北京市朝阳区9号 发布了紧急通知 当天下午起关闭全区各歌舞娱乐场所跟网吧 当局还要求区内4家酒吧的客人 迅速地表明身份并且实施自我隔离 在得知封控措施收紧的消息之后 路透社引述中国一位微博用户的话说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我就是想要过正常的生活而已 文庄认为 平心而论 中国的确诊病例跟无症状感染者人数 跟世界很多国家相比 可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 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选择与病毒共存 在正常生活跟生产的同时来实施抗议 但是中国坚持以保护老人跟避免 让医疗系统负担过重为优 而实施对病毒动态清零的政策 并且一再警告 绝不容忍对这个政策提出质疑 或者是指责的言行 有分析家指出 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展示中国式智力的一面金字招牌 他在中共即将举行二十大 并让他打破常规 谋取第三任的关键时刻 绝对不允许有人质疑 或者是打破这一面金字招牌 因此动态清零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 已经早就超出了专业的防疫范畴 成为了习近平政府绝对的政治正确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直在努力帮助中国 获得到他认为的 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正当地位 为此习近平跟中国其他领导层一起 试图要巩固中国的经济 政治外交跟军事的实力 他还努力地应对 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压力 全美亚洲研究所 法国研究员纳德·格罗兰 在美国媒体外交事务 发表了一篇题为 中国的南方战略 北京正在利用全球南方 来约束美国的文章 他在讨论到中国的世界野心时 提到中国的大战略 包括了第三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在不同的国际国家体系当中 确立其主导地位 换句话说 中国政策制定者正试图要建立一个影响范围 不仅包括了其国家直接辟邻的地区 还包括了整个新兴的 非西方的 基本上不民主的世界 也就是全球南方 确保对这一片广大国家的主导地位 将为中国的实力提供强大的基础 同时也限制美国的行动跟影响力 最终这可能有助于结束美国的全球霸权 文章提到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发展中国家就一直是中国的外交焦点 1946年到1974年期间 毛泽东通过了关注全球南方 完善了他对于如何展开 跟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的设想 他的三个世界理论设想了一个统一战线 将非洲 亚洲跟拉丁美洲的国家聚集在一起 构成第三世界 共同对抗由帝国主义美国跟苏联组成的第一世界 与此同时中国将红片跟中和由澳洲 加拿大 日本跟西欧国家等中等大国组成的第二世界 毛泽东认为中国领导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战线 可以包围跟孤立霸权国家 就像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治斗争初期 农村包围城市一样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最终使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为此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 北京变向第三世界的革命跟反殖民解放运动 提供技术跟财政的援助 然而中国自身的国内动荡跟有限的经济手段 最终限制了其巩固有效反霸权联盟的能力 所以在毛泽东死后 邓小平上台之后 他放弃了前任的革命热情 转而将中国的国力建设放在首位 但是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跟地缘战略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对北京来说仍然很重要 相反的 全球南方帮助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发展目标 包括使中国能够继续获得到能源跟自然资源 来支持其不断增长的经济 邓小平的继任者 仍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潜力感到兴趣 他们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开拓海外的新市场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正式将发展中国家 列为中国外交的基础 但是中国仍然培育发展中国家 以实现重大的地缘政治目标 通过了公开使用经济援助跟投资 来作为激励的措施 中国让南半球国家跟台湾来断绝关系 帮助在外交上来扼杀台湾 通过了类似的诱因跟呼吁 共同的反西方情绪 北京利用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 来避免国际社会对其持续侵犯人权的谴责 在2012年之前 一直担任中国最高职位的胡锦涛任期即将结束时 中共更加充分地相信 其国家正处于陡峭的上升轨道之上 毕竟中国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此同时 北京将奥巴马政府新宣布地重返亚洲 视为美国收紧中国力量的努力 中国领导人感到新的乐观情绪跟加深的警觉 毫不模糊地放弃了邓小平低调的外交政策 转而采用一种新的积极的全球视野 专注于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在他们勾勒出他们的国家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时 一些中国专家主张采取一种平衡的战略 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来向西进军 以抵消美国日益集中在海上的外交 经济跟军事的努力 然而其他人坚持认为 全球南方可以再次地帮助中国 对抗其霸权竞争对手方面 来发挥关键的作用 特别是考虑到西方对于这些地区缺乏兴趣 将使得这项任务变得更加的容易 中共理论家在现任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制定第二个选项时 发掘了毛泽东几十年前提出的反包围概念 而今天就像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一样 北京的战略精英似乎相信 在全球南方领导统一战线将会有助于平衡 他们认为的西方试图孤立中国 并且阻止其崛起的企图 然而跟1960年代一个主要的区别是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 由于习近平大肆地宣扬 一带一路倡议 从太平洋岛国到非洲大西洋沿岸 全世界都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存在 北京进一步通过贷款 投资基础设施来支持这些国家 并在不断扩大的领域来加强合作 因此中国拥有鼓励跟潜在的影响力 可以用来组建支持中国 跟反对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联盟 同时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经济投资 也将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跟繁荣 借此希望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帮助减少 中国对美国跟欧洲市场的依赖 创建一个跟西方大幅脱钩的 可行经济子系统 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努力当中 中国已经取得到了成功 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中国偏好的方式 在国际机构当中投票 而许多国家已经在人权决议当中这么做了 另外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参与了 由中国主导的平台 例如南南人权对话 支持中国的理念像是命运共同体 党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愿景 并且在此过程当中赋予北京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再加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 对于美国支持的自由民主模式感到失望 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可能会选择 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 重商主义跟压制性威权模式的元素 通过这种方式 南半球国家也可以帮助中国成为国际是非的仲裁者 北京在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也可以增强其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 或者至少限制其他国家的军事选择跟机动的自由 2017年中国在东非国家几步题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 并一直在计划在柬埔寨建立至少一个其他外国军事前哨 中国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促进其在其他的海上咽喉药道附近 以及重要的海盗沿线的永久存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京将成功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政治跟军事主导力量 中国可能会担心低投资回报会耗尽其能源 从而退出了大型的海外计划 事实上近年来其大型一带一路项目的浪潮已经消退 并且随着该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 可能会保持低位 北京还希望避免使其利益面临风险的安全泥潭 但是不管前方的困难如何 毫无疑问的 中国现在将发展中世界 视为具有日益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场 然而美国似乎并没有完全跟上 北京对全球南方的愿景 在过去的十年来 历届美国政府几乎完全对中国 试图增加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做出反应 他在全球南方的总体政策 似乎将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 称为掠夺性经济学 试图拼凑西方价值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联盟 并且将美国高级官员派往南方太平洋宝国 只有在这些国家跟中国讨论安全协议时 才会这样做 这些似乎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的要素 事实上 每当有关于中国新海军基地的传言出现时 北京的规划者们很可能喜欢观察 华盛顿的疯狂反应 他们甚至可能考虑 采取旨在将美国财政资源 外交能源跟军事重点 从重要地方转移开的演习 美国仍然应该准备 在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 华盛顿应该寻求与其主要的亚洲跟欧洲盟友 来分担这些投资的财政负担 但是他可能不需要花费巨资 来获得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因为除了现金承诺之外 北京在全球南方的主要名片是无形的 那就是机会跟增重的承诺 而这些正是北京所给不起的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